来我把刀给你放 进入就给爹着包了 主要工作领包 这个服务做的挺到位 来先给你们彼此介绍一下这啥名字 这个姓庞叫庞峰山大姐 然后是卢小颖大姐 你好 请坐吧 考一下你们机密技术彼此这啥名 庞峰山 对 龙小颖 对 哥哥 看了大哥第一眼儿咋样 有点拖背 对 是不是 就稍稍有点小鸡 拖背挺严重的 稍稍有点小鸡 但还不是那么太鸡 对 还不是太鸡 第一眼儿还算过得去吧 还算过得去 那一百分那一百多分 即个吧 即个60分 60分 厂大姐第一眼小鸡眼儿 还行 瞅着还可以 瞅着还可以 退休了吗 退休了 有眼圆吗 还可以 那一百分百分打多少分 打 几格 几格 刚一见面 卢大姐虽然有些介意 庞大哥的驼背 但也给庞大哥 打出了及格分 庞大哥呢 也给卢大姐 打出了及格分 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始 随便头一次 下相亲了 还有六将 那可不是啥的 你也是六四年的 六四年的 同岁 咱俩同岁吗 我也六四的 那你还嫌呢 有女同居跟我同岁 对 就算挺人挺 大姐保养的不错 不错 一般的同龄的女的 皮我丑得挺老的 我同学 那一看都皮我大 好几岁 大哥你看大姐像多这样 我以为也就是五十 皮我小的 小哥两三岁 所以看大姐保养的 还挺丑的 保养的还挺丑的 看下家境不错 一般吧 一般般 庞大哥说 虽然卢大姐跟他同岁 但长得年轻啊 年龄方面很合适 于是主动跟卢大姐 说起了自己做买卖的经历 我是81点 初生毕业就上班了 83年平时留纸 到现在没上过班 也是做生意 长江路出床子 你知道吧 你要长成事 我在长江路出六年床子 卖服装 那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 后来又整小客 那时候大车两毛钱 对 整小客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卖一块钱 对人比我强 眼睛做的都是 正用挖板的买卖 你知道吗 人家是一开始 人家就是卖服装 当时长江路那时候 长江路一条街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小时候总去买衣服 都上带来去买 卢大姐说 庞大哥挺能干 比自己强太多了 随后听到卢大姐 也做过卖卖的时候 庞大哥感叹道 这是女中豪杰呀 去上我妈单位了 我妈是204小办公厂了 在我妈单位干了一年吧 不上班了 然后自己就在家 也是坐着小妈妈 去顿市场 卖菜 卖水果 什么卖熟食 反正我啥都干过 挺好 就是啥辛苦干啥的 那时候市场都认识 市场没有不认识我 都太厉害 太厉害了 那时候顿市场不厉害不行 不厉害真生欺负 也是干这样的 相同的创业经历 让他们两个人更有共同语言 工作了解完了 庞大哥就想了解了解 卢大姐的感情状况 你是离异的还是丧老的 离异的 那时候他是小心眼 你就是跟男的说话都不行 对就那样事的 然后我记一刻青春那时候 那年卖两份呢 然后我妈单位的同事呢 我得叫熟呢 下班 然后跟我说两句话 那你看 我也跟他上过班都认识 这是我叫熟呢 差一半呢 高老科呢 都逼着你问 谁呀谁呀谁呀 够气败的 他也就那样幸福 对 往我俩就干起来了 我这年轻的时候不让人 脾气也不好 就因为这个就离了 离了 离婚我是93年办的手续 那时候年轻嘛 离婚了个家 住一个多月俩月 也就那样嘛 完了就是 就不行吧 找我找我找我 就给找回去了 离了河 河了离 对 完了就是 扶本手就一直没办 我也不办 那时候想办 我说我不办 没啥原则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俩都没有 你没犯生活错误 我这辈也没犯过这个错误 这说句话 他就是怕担心是吧 对 就是怕担心 然后最后我离家出走 是研究把我拆了 研究了 他说他那个婚姻经历的时候 你有啥想法 也没啥想法 无所谓 跟庞大哥讲完自己的感情经历后 此时的卢大姐又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庞大哥再说一下 反正我是 咋说呢 现在是有点压力啊 我这实话实说 儿子呢 就儿子自己上班 儿媳妇一直在家看孩子 已经没上班 然后呢 房子我给他买完了 交给首付 还得还他上班 所以说这些年呢 跟他在一起呢 生活费通通都我套 我也不用他们套钱 帮衬财 这该买了 那该买了 正常 正常 不介意 我也有儿子 他有条件 他就给他儿子 我也有条件 我也给我儿子 对于卢大姐说 还要帮衬孩子的事 庞大哥说 他完全能够理解 也不介意 随后卢大姐说 自己还抽烟喝酒 不知道庞大哥 介意不 没谈个抽烟喝酒的事 是 我刚想起来 一会儿还得说一说这事 不是有事我得说 我会抽烟 行 会抽烟会喝酒 烟寄不了 酒无所谓 就是抽不着 喝也行 我年轻前 我和我爱人都抽烟 我发现了 今天大姐说的 每个问题 大哥都不介意 相中那么长 长得那么顺 这个原因 两个人到一起 就看看 去处一处看看 不是那么称心吧 不是那么称心 主要差点 现在说不好了 在庞大哥这儿 卢大姐担心的 所有问题 都不是问题 庞大哥说 他相中卢大姐了 可面对庞大哥的表白 卢大姐说 他还有点犹豫 眼看着到饭点了 庞大哥就提议 要请卢大姐吃顿饭 都挺辛苦的 是不是吃点饭呢 你看你这大姐 给找来了 还能喝还能抽 你让他老这么控制 去吃点 中卢了 卢大姐 走吧 卢大姐答应了 庞大哥的吃饭邀请 到饭店后 两个人就开始点菜 水包堵 扒肉条 上四肝 锅包肉 煎饮 加上南菜 防罐鱼 哎呦 我的妈呀 太多了吧 不多 不多 你好 大姐多回婚日 不多不多 喜欢白的 皮的 还是三中全会 我不喝皮的 我不喝啤酒 白酒也就是一两 多了 喝不了 饭菜上桌 酒已倒好 两个人也举起了酒杯 来 出这件事 就没了 说这句话 出这件事 那就是在酒里 很高兴 认识你 印象分 现在高没高点 印象分高点 卢大姐说 从家到饭店的路上 以及看到庞大哥 到饭店后的表现 现在他对庞大哥的 印象分已经提高了 可就在这时 庞大哥突然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举动 我出什么叫 干啥去大哥 干啥呢 他都已经买大 你也不能忘了 庞大哥突然的起身离开 让卢大姐有点发懵 尤其是等了十几分钟 庞大哥还没回来 更让卢大姐有些不知所措 那庞大哥到底干啥去了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您好 红娘姐姐 你好 红娘小冠 你好 小五 我们是原来不晚的红娘 谁都我不相信 我这相信有的 我们知道 大哥大姐托付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翘首以盼的缘分 更是自己晚年的幸福 没有家的感觉了吗 这什么老伙子 老伙子 你俩人一种 就是期盼了 谢谢你们 还没放弃 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所以我们会加倍努力 原来不晚 专为中老年人 免费相亲 庞大哥突然的起身离开 让卢大姐有点发懵 那庞大哥到底干啥去了呢 我去买个花 买什么 买花去 要买花 干啥买花 今天不光备节吗 对 今天11月11号 买花想表达啥呀 表达一下心情 表达一下心情 上哪买去 附近有 附近有 那走吧 先买巧克力吧 还要买巧克力啊 庞大哥说 他突然离开 是因为今天是11月11号 是年轻人说的光棍节 他觉得今天很有意义 尤其是他挺乡中路大姐的 所以想要买树花 买点巧克力 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老板 有巧克力吗 有 啥样的 啥样的呢 看看吧 哪个是 这有盒的 这种有 新型的 这好看是吧 就来个这个吧 来个这个吧 新型的 这也是 这也是画片呢 对 这也是 咋卖的三只 你会这一只 再来个粉的 还是 再来个粉的 行不行 行 散样 这个散的的寓意是啥 三只玫瑰寓意是 代表我爱你吗 三只 这寓意行不行 行行行 庞大哥这头 买好了花 庞大哥说 他想给卢大姐一个惊喜 先不让卢大姐知道他出去干啥 所以需要红娘进去帮他看看卢大姐这边的情况 咋的 出去跟你们聊去了 咋的 咋的 你觉得 不同意接触了还是怎么着 是不想接触了 因为呀 你得说出来 这不就完了吗 多大事 还至于这么大寿意 至于跑外了 行吗 就当面说呗 我不怕 我不在乎这个 你突然出去了 给大姐造一让 是不是没想着我呀 是啊 紧张了 但是在出去了 一天问我 出去了给你说啥呢 为啥要出去了 犯错误了 果然 庞大哥把卢大姐单独放到饭店这段时间 卢大姐挺不高兴的 因为庞大哥想给卢大姐个惊喜 所以红娘还不能现在就告诉卢大姐 庞大哥是出去给她买东西去的 那不知道真相揭开的那一瞬间 会是啥样的场面呢 我帮她出去干啥 没事 无所谓 咱这大寿意了 你要是有啥事说不行了 那咱就结束 我抽携给你买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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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逛过节目 咱俩要错单了 买的巧克力的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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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没想到 那一刹那你心思是啥 大哥处于分上是什么 我真没想 真没心思 我关老根老科吧 我就没心思这事 你心思是啥大哥没想到你 你心思是啥大哥没想到你 你心思是啥 我心思 怎么的呢 在家还说挺好挺好想接触接触看了 不可能说这个我就是不同意了 怎么立了 你真没想到想 大哥说今天是光棍节 咱俩都要脱单了 然后给你买个花 花啥意思 三只玫瑰代表啥 代表我爱你 代表我爱你 谢谢 然后巧克力代表啥 甜蜜吧 对 希望咱有个老年生活 好 甜甜蜜蜜 好 卢大姐说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收到花 收到巧克力 这太有意义了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结到花 哎呦 年轻的时候 认识我前夫就跟她了 就这一个对象 然后就结婚了 哪有这个浪漫呢 希望咱俩下半辈子 甜甜蜜蜜 你一半我一半 哎呦 哎呀干净吧 这半是我的 哎呦 我吓过了我 浪漫不 浪漫 太浪漫了 希望咱俩老了 有个甜蜜蜜 生活啊 好 哎呦 太开心了 今天就是你们甜蜜 生活的开始 开始 红娘给大哥大姐 介绍对象的那天呢 正好是11月11号 也是很多年轻人都说的光棍节 罗大姐说 本来以为鲜花和巧克力 这样浪漫的东西 这辈子都不可能 跟自己有啥关系 没想到啊 在这么特别的一天 自己也能收到这么浪漫的礼物 真是太幸福了 那在这儿啊 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 未来的生活 就像巧克力一样 甜甜蜜蜜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